大家好 晚安 介绍现场我们带你来聚焦的这一起震惊全球的命案 发生在观光大国泰国的曼谷 在昨天晚间传出了一起重大命案 惊爆有六个人离奇死亡 而且都是外国人 好 这个地点是在曼谷的市中心曼谷爱旅湾军越酒店 当地的警局的局长就指出 这六名死者是分别在13号到14号是抵达到曼谷的分批两次 进到这个军越酒店来登记入住 但是呢 这奇怪的是六个人入住 但他们一开始登记的是七个人要住 五个房间 可是第七个人却是离奇消失 根本就没有入住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追查的重点 那为什么整起案件会曝光呢 原因就是本来15号的时候他们是要退房的 但是呢 这个迟迟不退 当然房屋人员就觉得怪怪的 那也敲门进去没有办法打扫 而房间后来就被发现说从里面反锁了 那后来就破门而入之后 饭店的人员破门而入之后就发现 六个人金船成尸在同一个房间里头 里头是有三名男子三名女性 那其中有两个人是美国籍 他们都是亚裔 另外四个人是越南人 一开始警方就高度怀疑说 是不是跟治安是有一些关系的 可能是跟枪击案有关 但是后来进一步的追查之下 发现跟枪击案是没关系 而是中毒身亡 是轻化物中毒 但现在有各种的疑点 警方还在抽丝剥茧 好 原因就是因为发现说 其中有几个死者 他们是爬到门口 那可能就是在下毒 那毒发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是想要爬去外面来求救的 所以可能他们不是亲生 另外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入住的时候登记是有七个人 但是第七个人根本没有住 他是神秘消失 所以现在这第七个人 也是警方的追查重点 而现场也被发现 是没有打斗迹象的 所以也可能研判的是 这些人可能他们 所谓的中毒不是自愿的 好 另外呢 这个泰国的警方 现在还在进一步的追查之下 也掌握了相关的一些证物 包括他们用过的餐点 还有这个喝过的茶水等等的 可是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这是他们当天晚尖叫的 这个餐点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些餐点根本就没有被使用过 或者说可能只有使用一点点 那这个茶水的话 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追查的重点 那现在警方就发现说 这个茶水杯底有可疑的物质 要再进一步的化验 那现在警方就怀疑 高度怀疑说 行凶者可能是先下毒杀害 其他的五个人 也跟他一起旅行的这些人 然后之后自己再亲生 但是到底动机为何呢 目前锁定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有可能是跟商业利益有关系 另外有可能就是这些人 他们自己有一些私人的恩怨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 有可能涉及邪教 不过对于泰国来说 当然现在非常的紧张了 因为在市中心 而且还是高级的军队酒店 居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命案 惊动了泰国总理 泰国总理赛塔 现在就下达指示 要尽速调查整起的命案 他更表示说 不希望整件事情影响到泰国的形象 或者是说 对旅游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持续来听一下 泰国警方的进一步说法 泰国曼谷的这一天 一起中单命案 是有六个外国人被发现 城市在曼谷市中心的军阅酒店 是集体死亡 一度传出可能是枪击 但后来警方证实是轻化物中毒 这流民死者当中 被发现说 有两个人是只有美国籍的 所以现在美国国务院 对此表示关注 美国国务院现在表示 会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 并且准备随时提供领事的协助 而目前泰国的警方朝谋杀方向 来侦办此命案 死者当中 由于是有美国的公民 所以现在FBI 也将会协助调查整起命案 好 另外要来关注的是 在中东的局势 夜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 现在发布了一段最新的影片 宣称说 他们在红海和地中海 是使用了弹道飞弹和无人机 成功袭击了三艘的船只 在整段影片当中 可以看到 先是有东西从水面下 接近这一艘的是俄罗斯籍的游轮 然后随后就发生了大爆炸 根据报道 这一艘是悬挂赖比瑞亚的国旗 是俄罗斯籍的游轮的左鞋 是受到了损坏 青年运动组织现在表示 这一艘的船只违反禁令 前往到以色列的港口 也因此在15号遭受到报复的袭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证实了这桩攻击 但表示索性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好 中东局势会怎么变呢 可能牵动的也是 今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 就是美国的政坛的变化 原因就是因为在遭遇了枪击之后 美国前总统川普 现在的政治能量 可以说是大大的加分 而现在他的副手也曝光了 是二亥二州的参议员范斯 作为他搭档引发了话题 现在大家都关注的是这一位副手 他的背景 其实他出生的是蓝领阶级 从小父母亲就离异了 他是由祖父母带大的 八岁的时候还被收养 改过两次名 同年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坎坷 而从政的经历才不到两年 他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一个重点 他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大陆 一旦台湾落入了北京手中的话 美国会面临萧条 共和党全代会和副手并肩 选告大党成型 美国前总统川普选中的这一位 到底是谁 范斯出身 二亥二州小镇 是钢铁业衰退的地方 家人都是劳工 父母早早离异 妈妈还吸毒与改嫁 祖父母隔代教养 把他带大 八岁时继父将他收养 他高中毕业后考上军校 在耶鲁拿到法学博士 2022年当选二亥二州参议员 支持者之一就是川普 今年他39岁 从政才一年半 他透露自己曾改名过两次 一次是随母亲改嫁 改成继父的名字 一次是自己改成母亲的姓氏 而他的著作《绝望者之歌》 让他成为畅销作家 也是川普挑他当副手的重要原因 曾被翻拍成电影 描述白人劳工阶级 从繁荣的美国工业地带 衰退成铁锈区 居民生活贫困 而这些人正是川普的重要支持板块 范斯的成为副手后首都收谎表示 川普将和俄罗斯及乌克兰谈判 希望尽快结束此事 让美国能专注在中国大陆 这个真正的问题上 范斯曾指出台湾需要爱国者飞弹 但军援乌克兰延迟了对台军售交付 如果北京侵略台湾 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另一场大萧条 因为美国依赖台湾制造的芯片 彭博记者转述之前 与川普专访谈及台湾 川普认为美国数十年来提供保护 台湾应该付钱给美国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川普当选 虽然对中依旧强硬 对台政策势必改变 记者送后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